要相信外星人吗 我们相信 所以我们寻找 因为我们说地球并不无理 好 我们寻找的办法是三种办法 第一个我们想寻找一个 和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第二个我们想 结合外星人的通话 如果外星生命发展的 足够足够智慧 能够使用通讯所长 第三个 在永住空间存在有机大分子 能够构成的生物 这天文学家目前做的三种办法 我们先看第一种办法 寻找太阳系外的行星 这个1995年的时候 这个人们发现第一颗 围绕着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恒星 周围旁边带个行星 这个发现是法时代 所以这个结果获得了两年前的 若白文学家 从此以后呢 1995年以后 人们开启了寻找这个 地外行星的这个时代 到今天为止 我们找到了4300颗 不属于太阳系的行星 大大小小 和太阳相比大大小小全都一样 所以行星我们是 行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 找到行星 不表示这个行星能助人 因为我们知道 它不能靠太阳 恒星太近 也不能比恒星太远 靠离恒星太远 我们要想这个恒星要助人 要有视面要跳出的 宜居带上 温度也要合适 所以科学家作为一个估计 我们银河系有2000颗恒星 大概出在宜居带上的 温度比较合适的恒星呢 大概有6000颗 所以这促使我们寻找 非常大的动力去寻找宜居星球 在这个 1914年的时候 到今天已经7年时间了 这个 我们发现了地球 发现了和地球大小一样的 第一个星球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地球这样的星球啊 在我们的质量大小 也是存在的 这个两年前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更重要的系统 就是发现了 一个类似太阳系的系统 底下这个是太阳 底下这个是太阳系 上面是对方的系统 这是我们画成的假想的图 但是质量都测出来了 在太阳 在这个地球的同一个位置上 也有一个星球 这个星球比地球大一点点 在里面有两颗恒星星 我们有水星木星 我们水星火星 这个火星太远一样 所以水星金星在里面 它也有水星金星 我们有这个 像木星这么大的天体 它有木星这么大的天体 等等 所以太阳系这个系统 也不是宇宙为宁 所以告诉我们 地球系统 太阳系统并不是 所以现在 在这4300个星球里面 人们临选出了24颗 宇居星球 潜在的宇居星球 它可能会宇居 可能会温度和水 但不表示它真的能住 因为你还要找到水 还要找到氧气等等等等 压强是否和时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一件事情 是什么东西 对宇居星球做这样一个观测 希望分析宇居星 有没有水 有没有爱荒谈 有没有抽烦 有没有讲完 第一个是想分析 它适不适合人类居住 第二个是想分析 是不是有智慧生命活动的痕迹 人们在做这个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重大的发现 但这个 一个重大发现 是这个 两年前做出来的 就是人们在一个 一个星球上 行星上找到水蒸汽 这是个重大的发现 就证明水在某个星球上会存在 和地球类似的星球上可能会存在 这是个重大重大的发现 所以我们现在寻找的范围都很小 我们知道地球在太阳 在银河系在这个位置 我们寻找的范围大概300光年范围 我们第二个银河系有多大的11光 所以我们寻找的范围很小 寻找它大个头的行星系统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能找的 反正更加扩大以后 能找到更多的新 更多的这个候选体 最终我们相信 一定能够找到一个 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我们满回希望寻找 也许十年我们就找到了 找到这个星球 不表示它能适合人类居住 也不表示它有智慧生命 要形成智慧生命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今天时间有限了 我就很快地过去 那找到另一种办法 人们寻找智慧生命 就是想联合外星人 人们试图主动联系外星人 但这个困难性比较大 我们知道 人类发明无线电一百亿 人们传出的第一个无线电信号 在银河系列走到一百亿 就这么小小的范围 而当时就是一个电火花 信号非常微弱 那个大概传到外面 大概没什么能量 没什么信号弱了 大概收不到 所以人们主动联系外星人 最大一次活动 是出现在1974年的时候 美国用当时 它最大的望眼镜 是三百零目望眼镜 这个当时 现在已经塌掉了 去年整个塌掉了 在1974年的时候 人们用它发射了 一种信号 这个信号用非常强功能 发泄出去 这二百码 它里面包含了 很多地球的所有信息 包括了望眼镜的信息 人类的信息 地球的位置 我们的DNA信息 等等等等 全部发出去了 这个发到哪去了呢 发到一个 所谓球状星团的东西 这个地方 包含了一百万颗 这个百万颗的恒星系统 人们希望在恒星里面 有几 因为密度比较大 它含着智慧生命的概念 有料到 但这个系统 连我们多远呢 两百 两万五千光源 就是说这个信号 要走两万五千 就能到 而它今天走了多远呢 只走到47年 所以 等两万五千年以后 它才到那个地方去了 如果那个地方 真的有智慧生命 收到以后 给我们一个反馈以后 两万五千以后 我们才知道 所以五万年以后 我们才知道 这件事情是否发生了 有没有智慧生命 你我都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不会期望 这种事情 我们期待什么 我们造望眼镜 我们造成 专门寻找 地外文明的望眼镜 所以这个速度 稍微加快点 所以我们来造了 这样的望眼镜 也专门找了个 大耳朵的望眼镜 这个大耳朵望眼镜 工作期间呢 真的还寻找到 一个讯号 1970年8月15号 人们寻找到 来自这个天空的 一个很奇怪的信号 这个信号 自己没被破译 人们怀疑 它是原来收到的 第一个外星人信号 但只是以死而已 好 为了坚信 这个有没有地外文明呢 美国动物 当时它最大的望眼镜 100米口红望眼镜 对着精心挑战的 86颗西外星人 足以监听24小时 希望听到 对方活动的痕迹 但结果是都没有 那么为了寻找 地外文明 人们曾经 人们在美国呢 发起了巨大的 望眼镜正点计划 6米的波 建350个 当然没全见完 现在正在准备见完 它就把这个信号数据 给全世界开放 爱好着都可以寻找 有没有地外文明的信号 在它的所有 所有这个开放期间 有一个信号 被执疑 维斯外星的信号 通过这个信号 人们测试了对方 兴趣的多颗效能 测试对方兴趣的旋转速度 这个信号是疑似信号 但也可能不是 所以在五年前的时候 我们发出一个 一个富豪 支持了一个巨大的计划 叫监听计划 人们希望通过这个 十年监听一亿颗星星 动用美国的 100米口红望眼镜 澳大利亚64米望眼镜 美国的一个 两米口光续望眼镜 十年的监听 这个计划是非常庞大的 目前正在观测 人们希望收听到这样的信号 当然 这个望眼镜还足够小 如果一个天体 我们足够远 那个外星人 我们足够远 智慧声明发的信号 足够弱 我们收不到的话 也是很可能 所以人们希望 找出更大的望眼镜出来 那就是建筑 平方公里正面的望眼镜 我们希望通过 2500个 15米口径的锅 组成一个巨大的阵列出来 我们希望通过 130万个正体天线 组成一个大的阵列出来 这个灵敏度足够高 使得我们能够看 听到75光年范围内 一架飞机的飞行 飞行量的通货 这个望眼镜 今年7月1号开建 我们国家是它的建设国 也就是参加 所以这个数据中心 将放在上海 所以就在线的朋友 如果关心这件事情的话 2028年这个望眼镜 第一批可以开始观测 我们可以在实验以后 开始回答 我们是否通过这个望眼镜 搜索到了外星人的信号 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望眼镜 这个望眼镜叫SK 好 我们在新疆 有一万个天线 这是我建的天线 我们当然不是为了 寻找外星人 但是我们这个天线 工作的波段是调频广播 这个调频广播的波段 如果对方也用调频广播广播的话 我们是收到大厂的信号 这个天线已经工作了16年 在我们的贵州 还有我们的单口 最大的望眼镜 我们叫中国天眼 它的领域都全是第一 它有一个巨大的项目 课题也在做 叫寻找外星人 所以在线的朋友 如果哪位朋友 有好的想法 像使用这个FAST 这个望眼镜 寻找外星人 或者干别的科学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 那因为我手里有10%的时间 可以自由自配 给所有好的想法 我们试着想 今年想通过在线的方式 现场公布呢 征求全国的小朋友们 有什么好的想法 能够通过这个大的望眼镜实现 那你只需要提想法 并不需要你观测 并不需要你处理数据 我们需要很好的想法 来给大家开放 好 那我很快过一下 在举度中 需要的这个有机大分子问题 全新的望眼镜 现在都在一起工作 联合起来 想寻找到有机大分子 但找到结果呢 找到了很多大分子 找到200多 很遗憾的是 没有找到蛋白质 也没找到 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 但人们没有停止探索 因为我们在这个 三年前的时候呢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火星上 第一次我们找到了 有机物 这是个重大的发现 这暗示着呢 就是在外太空 可能会生命的存在 既然我们知道 我们的天文一号 还有56天时间 可以落在火星上 所以大家会 上面就有 探测生命迹象的这个设备 所以我们期望以后火星上能够找到 找到这个生命 应该 重要的证据还在这个去年和几年前 人们在火星地下发现了水域 就一个大的湖 什么也找到 有水带知道可能有生命 所以外在太阳系里面 人们第一个 期望找到生命迹 除了地球以外 大概是火星 大概以后可以灌注了 人们在土星的土耳这个卫星上也找到了15个太阳系组成大分子 暗示了这大分子万能 参考 with me 谢谢 谢谢